这下过雨之后天就是凉 今天来大网这边给螃蟹抓的小虾 不然他们这营养跟不上了 走吧 看看这上面全是藤湖 还有这个小西瓜鸟 看见没这小虾 活着呢 这种螃蟹喜欢吃 你看这边蓝网的基本都是人家承包的摊的 小虾 离岸边比较近 这种虾都是小虾米啊什么的 也长不太大 这个是海蚯蚓 这也带回去 看见没这只小沙蟹 比这下盖还小呢 它这个给那个沙滩上会倒一些小洞 这个太小了咱不要它了 发现一个小鸦片鱼 看不看见 这个跟多宝鱼有点像啊 这还活着呢 咱带回去养了 不然隔着容易死掉了 这有一个小虾 看见没这有个小螺 这个也不是指纹螺 但是挺像啊 这个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万一有毒就完了 我那些小生物 这来一下虾 哎 别跑了 哎 这个抓住它头 它就跑不了 这有一个小沙滩鱼 这有一个小沙滩鱼 这个也抓回去吧 这个 放这也死掉了 看见没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小螃蟹的洞 给它堵上 这到海边转了一圈 回来又开始今天了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 我们回去看看那些小鱼港吧 咱们这个换水不用一次换换了 咱们这个换水不用一次换换了 就行 这些水差不多了 咱们给它抽出来 把这个旧水给它淘住一部分 不用给它全淘干了 因为得保证这个水这个环境 它们一直适应 脏了 好 咱们这个小沙滩鱼 被螃蟹吃了 这个小沙滩鱼被螃蟹吃了 我天啊 我天啊 来吧 别咬了 咬也得洗 得洗澡了啊 咱们 给你洗洗手 搓干净 对 香香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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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干净了 香香 香香香 把这个蛤蜊肉扒出来 等下咱们做个大煮面 倒入蛤蜊肉 炒出香味儿之后倒点蛤蜊糖 水开之后倒一个鸡蛋 少来一点点生抽 少放一点点食用盐 倒酒的时候我们稍微炒一下 这面条煮好后一定要给它放凉水里过一下 这个蛤蜊大卤面已经做好了 下面我就开始吃了 看一下这是蛤蜊肉 尝一下 哇 这个很鲜 而且还很嫩 这个是鸡肉做的肉段 尝一下 哇 酸酸甜甜的 肉质很嫩 这个面条过下水 口感也好吃到爆 还是喜欢吃这个蛤蜊肉 你看见吗 哇 再来一块这个肉段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喜欢大鸡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